一场商演赚460万男歌手六口窝居月租3200元。 唱红燃烧的49岁中国唱江孙男今年较少出现个大节目,最近她的妻子接受一条专访披露夫妇俩为了孩子的教育,三年前全家从北京搬到三线城市徐州,六人住在约30平的房子,月租700元人民币约3200元。 远排B,曾有朋友拜访他们时,才到走廊就低谷孙男家也太憨酸了吧。 孙男2009年3月与演员老婆离婚,同年底就再婚娶了高二夫球节目主持人潘卫,女方是第三次结婚。 孙男女前妻有一对子女,潘卫也有一个年纪更长的女儿,两人结婚后又生了一女。 潘卫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儿女,但教育问题一直让夫妻俩头疼。 潘卫表示,二女儿上国际学校,开始演学,爱玩游戏,儿子一师喜欢抱怨,不愿承担。 2015年某一天,夫妇反思未来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,知不知道感恩,媳妇与孝道,才十分钟就决定搬家,从北京搬到徐州,并让孩子进了当地的传统文化学校。 潘卫自己也在该校叫女红,查文化。 孙男曾被报商演价码100万元人民币,约460万元台币,一家人在徐州的生活平静普世,四个孩子住在一个房间睡上下铺。 潘卫说,当初搬到徐州时,很多朋友惊讶问,孙男是疯了吗?不少人专程探望他们,曾有一个大子吃完饭离开后,传讯息给他,你家要是有经济上的困难,你跟我说,我会帮你的。 他也听过朋友嫌他们加含酸,其实物质的富足我俩都经历过,但他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,我觉得内心平静才是最大的幸福。 潘卫将搬到徐州三年来的生活写禁息书,肃心应照,孙男为妻子写序,表示,这本书所记录的并非仅是简单的生活场景,更是对生命和信仰的一种觉醒。